话说皇上不是嫌弃这个嫔妃太温柔 就是嫌弃那个没味道 他便要去圆明圆散心 结果被一马背上的女子吸引目光 他可以任平列马上踹下跳 依然稳坐马背 迎风驰骋 那皇上会对这位英姿飒爽 且身手敏捷的女子一见倾心呢 皇上接下来又会如何做呢 甄嬛传第五十一集为您精彩呈现 百俊元长廊下 苏公公向驯马女夜兰一宣指 皇上册封他为答应 并要求他立即进宫 按说他被封为答应 这是喜事一撞 可是夜兰一对破格晋升却毫不赏心 他进宫后也是整日落寞寡欢 这天皇上来春喜殿看望他 他满脸冷漠 连笑容都不给皇上一个 更别提争宠了 可转天他在花园中见到果俊王 明显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神情话语间无不透着爱慕 只因七年前王爷救他与危难 那时便暗生情愫至今难忘 奈何落花友情流水无益 果俊王心中挚爱却是甄嬛 一天 果俊王来到甘露寺看望甄嬛 他还带来一份婚约 要与甄嬛结下百年之号 他承诺时机成熟 就带他远走高飞 甄嬛被他的真诚所感动 他从二人长发上各剪下一柳头发 做成信物送给果俊王 一个是皇上飞飞 一个是皇上弟弟 他们的爱能修成正果吗 另一边的朝堂上 皇上接报西藏发生叛乱 如果不能及时平定叛乱 势必影响国家大局 皇上派果俊王先去微服巡查 然后再决定用兵策略 拜别皇上的果俊王来到甘露寺与甄嬛慈性 他还带来一包从温太医处得来的神奇药粉 一旦吃下这个药粉 人立马变成甲王状态 七天后才能苏醒 二人约定等果俊王巡查归来 就用这法子远走高飞 第二天 果俊王一人一起侧马上路 急驰中的他忽闻身后有马蹄声 他回头一看 原是甄嬛前来送行 他俩深情相拥一一戏别 转眼到了冬天 甄嬛正在禅房读书 一群尼姑簇拥着好姐妹梅庄前来探望他 甄嬛瞬间喜出望外 姐妹二人多年不见 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他俩只是手拉手相对垂类 随后梅庄见说话不方便 他便打发重尼姑散去 当他得知静白师太经常欺负甄嬛时 他立马命静白师太去打扫回公路上的积雪 而且还别人不许帮忙 这可替甄嬛出了口恶计 可甄嬛却对梅庄到甘露寺超度亡灵的行为表示怀疑 而且还觉得此事定与他有关 也为梅庄一向对这类不吉利的势必而远之 他正月里冒雪前来一定是宫中出事 梅庄见瞒不住甄嬛 指得直言相告 原来是甄嬛父亲生命垂危 甄嬛大吃一惊 甄嬛父身体一向硬朗 突然病危必有蹊跷 梅庄提醒甄嬛极有可能是皇后所为 盯着他外事要小心 毕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话虽这么说 但甄嬛依然焦虑不已 看着桌上的茶饭也没盯点食欲 突然一阵恶心袭来 他察觉自己可能怀孕了 一边是腹中胎儿 一边是病危的父亲 他喜忧参半 甄嬛会让孩子顺利降生了 甄嬛能否转危为安呢 定请关注甄嬛传下集更精彩